大家好,欢迎来到胡说八道,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好 在上一集的马来西亚五个你应该要知道的世界遗产的影片中 我们已经谈及了两项大马世界遗产 假如您还没有观看的话,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然后慢慢观赏 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探索接下来的三个世界遗产吧 在2008年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佐治市和马六甲以马六甲海峡历史陈志明正式一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次继萨拉叶姆鲁国家公园及各达基纳巴鲁国家公园后 第三个路遗点地,也是大马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马六甲和佐治市两地第三次联名申报 首次是2001年,第二次是2004年 结果被当局以资料不完整的原因退回文件 佐治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剧区的259.42公顷面积 就包括了面具为109.38公顷的古迹可兴区 以及面具为150.04公顷的缓冲区 并城的首府佐治市有着羊派的名字 在1786年成为英国殖民地 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多种族文化 当地建筑也反映出英国文明170多年的存在 和宗室、印度、穆斯林风格的并存 市政局、张毕市主屋和印度贾必丹、清真寺都是代表性的建筑 以姐弟贡旗为代表作的系列壁画 今年默默推动着佐治市的街头艺术风潮 其多游客慕名而来只为牌照留念 壁画穿梭在古迹区的可兴区 翻译出当地生活风情、历史文化气息及人文 在佐治市游客可以看到有型的历史遗迹 以体验到无形的文化遗产 街道小巷会发觉到槟城传统行业的特色 佐治市是世界文化遗产古迹区的可兴区 拥有超过数千栋的历史建筑物 而有关建筑物并排列在海前路、土库街、椰角街和爱情巷等四条主要街道 或是一些以其城之家的旧观宅角、莱特街、七木街、牛干东、大铜载街和打石街等街道上 在佐治市里 新市桥是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 各桥主要以新市中青奋而聚集 充分表现了佐治市海上居民的生活特色 目前最大规模的是信州桥 居民每年农历正夜初八晚都会举办拜天公仪式 吸引上万人共享盛举 是槟城其中一个拜天公最尽量的地点 此外佐治市的中文入名以官方马来文或英文入名 互不相连也成为其一大特色 就历史文化而言 槟城虽然不如马六甲那样具有600年深厚的层层祭奠 但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展现在美食 建筑和这带景观 有着古城之称的马六甲 层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地 在2008年和佐治市一同与马六甲海峡 历史城的同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马六甲次移范围共214.6公顷 包括革新区和缓冲区 核心区则包括圣保罗山、各大陆、河边街、荷兰街、机场街 观音亭街、吉林街、板底街、打铁街、打金街等老街区 三保山则被列入缓冲区 马六甲室内汇聚有多国风格的文化遗产 华人领袖郑芳阳以1567年建造的清云亭 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庙宇 供奉有观音菩萨、观地、皇后娘娘 至今仍是伯人宗教活动的中心 而有数百年历史的马六甲河 当年曾再运过马六甲王朝随意的水道 拥有过一段辉煌的河海、贸雨时光 更成为了世界遗产的名号 在明朝时 中国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乘气之下西洋停靠马六甲 所以不难发现马六甲有郑和的影子 就如郑和文物纪念郎、三保庙、三保山等 都是特别为郑和而命名 其中郑和文物纪念郎外更助力着官服、配宝剑仪 稀稀如生的郑和石像 海家花人又称爸爸娘娘 是古代中国的贵族移民文物 马来文化而繁衍的后裔 从郑和颜色中洋 将第一批中国人带至马六甲算起 这个族群已在本地演绎了四百亿年的历史 一直保持传统中文文化与宗教习俗 使当地拥有着特色的习俗和文化 著名的机场街又称姜哥我 出名的是整排属于四日爸爸们的百万乌烟像豪宅 还有演技市民的古城鸡饭粒 网屋菜式交融的两裸美食 八八两裸国务馆等 正在也因政府推动而成为市民的文化街夜市 成为另外一个旅游景点 进入马六甲城内 会看到荷兰市的红色建筑物 是和然人在东方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物 荷兰市的蓝乐插红屋有厚厚的红砖墙 在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政府机关所在地 直到1980年才改为马六甲博物馆 该博物馆在人传统结婚礼服和马六甲制品 带人们回到从前光荣的日子 除了红屋以1753年的建造 反映荷兰建筑风格和基督堂也是单地特色景点之一 其实马六甲过去辉煌历史遗迹 大部分坐落在城市狂掌及靠近河边的喷水池一带 往前一点则是深夜汉山 是处于闹区一个隐蔽的位置 深夜汉山上深夜汉城堡温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 它城市一座天主教教堂由荷兰仁以斯帕斯基的第三度重建 同时也发挥过防御和警卫的功用 城堡的多座大炮是提防南部而来的敌人 但随着时代洪流发展 古堡上只剩下一个建筑的空壳 也是马六甲著名的旅游圣顶之一 瑞州的玲珑古地考古遗址 以2012年正式成为大马第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地 这次据佐知识 和马六甲以2008年入鱼后领一个考古 遗迹录鱼 联合教科文主持世界遗产中心遗 2012年6月30日通过把玲珑古 资格拥有200万历史的考古遗址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马国家文化遗产局 这在2011年1月31日 向世界自然遗产为研会提成表格 和维护一致的计划书 提名将玲珑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而这个据大马大自然 是以鲁莎巴神山 萨拉叶母乳洞 文化是以马六甲 以槟城所制式后 第一个考古场地住着生移 除了在玲珑古的遗址 考古学家曾在1991年 发现霹雳人寒古 估计有一万一千年 相信是目前已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寒古之一 现存放在玲珑博物馆 同时也发现超过180万年历史的首幅 使去以骨头等史前人类遗址 其可能又正马来半岛的古人类 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远的人类 此外遗址包括分属两个部分的四处考古遗址 整个遗产的时间 跨度接近200万年 这是非洲大陆以外 在单个地方所发现的最长的早期人类记录之一 遗址包括露天遗址 也有洞穴遗址 还可以找到旧石器 时代打造工具的场所 以及早期技术的证据 继续 五居五农如今已经发觉到 32处新的古人类遗址和许多石器 证明当地曾出现过相对较大半定居的人群 居文化遗存可居述到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以及金属时代 玲珑是上霹雳的一个大碗小镇 例如齐鸣 小草玲珑和斑面玲珑 这个市镇开破百年来 又有小金山古成都 山卵水破之乡和西刀鱼之乡美玉 由于旧石因盛产烟叶而被冠上小金山之称 而经烟叶没落 且以西刀鱼之乡更广为人之 玲珑的名风 朴实和香情浓厚 也聚合考古美景 和美食特色以一生 当地以霹雳和生产的淡水和鱼 特别是西刀鱼最为出名 玲珑距离霹雳周守护鱼宝 也只是去公里 离开江沙皇城夜46公里 四场霹雳一粒的附县 因为玲珑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因此玲珑谷博物馆是参观景点之一 这批绿人从吉隆坡国家博物院移回玲珑谷 国家文化局水质拨款建立一所博物院 并提供应有的旅游设施 包括停车场 录影播放式 宣传厕子 公共洗手间 祈祷室等 玲珑谷博物馆是依旧石灰岩洞库 形状着剑 配月软谷寒洞穴有多处 谷寒出土后 经重整还原 都相当完整 另外玲珑有山有水 有垂神的美食 再加上考古遗址 势必可成为一个国内出名的旅游圣地 看来马来西亚不只有好山好水和考古遗址 也是多元文化的圣地哟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